文水青青八十一比一百二十,八一惨败福建,结局已经很意外三十九分高负,更令球迷砸清楚,一人还三次出现不理智行为,令很多球迷颇为不解,而一点或许是背后人一, 许中豪本草九分去三次失去理智比赛,行至第三节半段,八一叫暂停时,王志志似乎对许中豪很不满,而许中豪不知何一竟然直接回击,从画面来看两人发生了激烈争执,说实话,无论NBA还是CBA,这种场面非常罕见,奇异最深的就是龙多当年与卡莱尔发生严重争执, 透过一无时赘述,与大智争吵更令球迷意想不到之处,重回赛场的许中豪似乎怒火未消,在接下来的一次进攻中,许中豪被尼克尔森犯规,结果落地时两人发生小摩擦,从画面来看许中豪大有难收之势, 裁判直接吹罚技术犯规,王志志见许中豪如此不冷静,直接将其换下,第三画面降临,与尼克尔森小冲突回归进步行时, 许中豪不知是对裁判的判法不满,还是对王志志的换人不满,但见他拿起毛巾犯怒地摔在地下,以宣泄心中不满, 一场比赛,三次出现极不理智行为,许中豪怎么了?两场比赛或将揭插针烟,怒摔毛巾上一战, 八上战上海,许中豪虽然有时期篮板凤伤,但他石头锦分中有九分入掌,而本场比赛至他下场为止, 他八头四重接紧九分,作为昔日天才内线,许中豪对自己的表现,球队输球肯定不满, 即,固财会怒惑中伤,另,不可无视的一点,大志志下的八野界有万现化趋势, 故许中豪的传统打法略又不是,这或是他彻底是去理智的,另一隐形因素吧, 不过,无论何因,作为职业球员,先是与主教练发生严重征执, 二后又引发小冲突,回到替补习还怒摔毛巾, 一场比赛发生三次失去理智行为实属不应该, 希望许中豪今后能够冷静下来, 不要若此失去理智,否则他将失去球迷对他的关爱。